醒目一拍呀,咱们是书归正文 上文书呢,咱们聊了一下这天津教案 虽然呢,咱们没直接聊 但是你也能体会到 哎,这为什么同是钦差大臣的直隶总督曾国藩 没能再接到旨意的第一时间 就赶回江南呢,哎,去神里赐马 还有呢,就是江苏巡抚丁日昌 为什么没能参加这两江总督的乐社呀 而跑到了天津 实际上这都和天津教案有关 这到了清管之后,这大清国怕什么呀 哎,这大清国呀,朝野上下 最怕的应该就算是洋人了 哎,这可不是这嘴上怕 是真怕,就在十年以前呢 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 这大清国呀,割地赔款 还被摁在地下一通的摩擦 这天津教案一出 一下子死了一大堆的洋人 您想这大清国,这朝廷同治皇帝 两宫皇太后,他心里能不担惊受怕吗 所以说这朝野上下呀 狼暴柴虎烧火,能使伤尽的全上 不单是这丁日昌从这个浙江跑来 帮着曾国藩处理教案 就是远在这个湖广的李鸿章 也是颠吧颠吧,得跑到天津呢 帮着曾国藩来处理教案 这李鸿章啊,也是善于处理洋务 洋务运动的中间派嘛 并且呀,从这会儿起 就落下了一个大清表胡将的名号 所有啊,其他官员擦不干净的 最后都是由李中堂来收尾 不但如此,这李鸿章李中堂啊 对这个马新怡上任两江总督 一直就不看好 早在这个同志七年 马新怡上任两江的时候 这李中堂就说过 马新怡可能威望过清 长江从此督工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就是说呀 你们瞧去吧 以后啊,这马新怡所管辖的两江地区 长江沿线呢 从此就开始有事了 哎,很不幸 中堂大人这句话呀 应了言了 那上文书咱们说了 这郑敦锦呢 要见曾国藩了 这转过天来 郑敦锦离开了清差行员 来到了总督府上 哎,见到了曾国藩以后啊 一看这曾国藩呢 哎,很是清闲 连官服都没穿 两位大人各自落座呀 哎,家人上茶 寒暄了几句以后啊 哎,这曾国藩就问了 说郑大人最近查案查的有什么进展了吗 这一句话算是把郑敦锦问住了 实际上郑敦锦呢 折腾了这么些日子 实际的进展是一向没有 听到的一切全是传言 即便这些传言可信 是一个调查的方向 这郑敦锦又琢磨了 他能和曾国藩说吗 因为这些个传言呢 基本上和曾国藩都有关 这苗头呢是直指乡君 这郑敦锦呢 也只好摇了摇头说呀 哎,实在是没有什么进展 听说侯爷您呢 也早就到南京了 这些日子您忙什么呢 这曾国藩说看书啊 哎,这月威草堂笔记 小郎公写的呀 那是相当有意思 说着话呀 就从桌上拿起一本书来 哎,这个郑敦锦一看 正是乾隆年的大学 是纪云纪小兰所写的 《月威草堂笔记》 这郑敦锦呢 为人正直 对这种智怪小说 没什么兴趣 所以呢 也没接曾国藩这个话茬 这曾国藩一看呢 郑敦锦不愿意在这个话题上啊 展开的跟他聊 于是啊 也只能往下说 曾国藩说 您看咱们要不要 升堂再审一下张文祥 如果这郑大人您觉着有需要啊 咱们可以用刑啊 这郑敦锦说呀 我觉得这用刑也不一定就是好办法 前方啊 这张文祥没有招对 咱们用了刑也不一定就有招对 不是 据说这个魁豫将军在一审的时候 为了让其招供 已经从河南 把他的儿子张成福 他的女儿张宝珍都抓回来了吗 当堂用刑就是要逼其招供 这张文祥啊 真是够狠的 眼看着自己的两个亲生骨肉当堂被用刑 还是不招 那我估计打他呀 也是没有任何招对 曾国藩听完之后 笑笑跟郑敦锦说呀 您看我这身份呢 确实挺尴尬 这一点呢 您也不用避讳 您心里清楚 我心里也清楚 那既然如此 咱们暂不升堂 您看应该怎么办呢 有这么个事啊 还得总督大人 您去办 上海的小班啊 现在传唱艺术戏 不光是这些小班 还有一些演文明戏的戏子 排练出的戏文呢 好大的胆 就叫做张文祥刺马 在下官看来呀 这完全是妄议朝政 是妄议时局 我希望您能下一道总督月 把这些戏禁了 然后还要查 查谁是幕后主使 让这些戏子 编出这些戏文 这曾国藩一听啊 又笑了 从手边啊 拿起一道公文 就交到了郑敦锦的面前 郑敦锦低头一看呢 呦 是这个上海道啊 写来的回直 原来这上海道啊 早就把这些事办完了 这些个戏子 该抓的抓 该打的打 这回直上写呀 没有人主使 都是道听途说 才编的戏文 等于啊 是一上午半天 这两位钦差大臣 朝廷一品 在总督府的待客厅里啊 啥也没说 什么也没干 这眼瞧着 可就奔了赏物了 这曾国藩总督啊 也没有刘范的意思 郑敦锦呢 只好几声告辞 回到了钦差行员 刚回到行员呢 就有人来报了 说江宁营务处 总管袁宝庆 在这儿啊 已经等您 很长时间了 这郑敦锦一听 袁宝庆来了 也高兴啊 也不高兴 那他不高兴 在哪儿呢 他早就有钦差欲 发到了各府 各衙门 所有江宁的官员 不经召见 不得来钦差行员 求见钦差大人 你这袁宝庆 怎么那么不懂事啊 全天下都知道 袁宝庆 孙一言 你们俩呀 都是这被刺的 两江总督 马新怡的人 这一审过后啊 就你们两个人不服 满世纪的嚷嚷啊 这背后定有主使 马新怡 马总督死得去 你们这会儿啊 应该避嫌 等我呀 找你们前来问话 怎么你憋不住进 滴巴滴巴的 跑到了钦差行员 来找我了呢 那他高兴什么呢 他还真有事啊 要找袁宝庆 因为啊 这马新怡啊 任命这个袁宝庆 为营务处的总管 所以要想问 营中有何变故啊 只有问他 虽然呢 他是马新怡的人 说话也不一定客观 但总别问那些 曾经的乡军将领要强吧 于是这郑敦锦 思索了思索 还是决定啊 见这个袁宝庆一面 这袁宝庆进得二堂之后 给这个钦差大人呢 就行了礼 从人上查退出之后啊 哎 这郑敦锦可就开口了 说赌臣呢 你怎么这么沉默住气呀 我没叫你 你怎么就跑来了 说这话呀 抬起头啊 打来了一下这袁宝庆 因为这二人呢 也是初次见面 只见这袁宝庆啊 无钝身材 个子不高 也可以说呀 挺矮 这脸一大呀 就显着鼻子小 嘴小 可是啊 嘴唇上头 鼻子下边这把 胡子倒是不小 很浓密 可是啊 海下无区 也就是下巴刻子上 没留胡子 这鼻子小 嘴小啊 眼睛可不小 这双眼如同龄 并且大双眼皮 重眉毛 身上穿着五品官服 前后心的 脖子绣雄 头上戴着东官帽 起花关顶 上嵌水晶 一听啊 这钦差大人 问自己话 这袁宝庆的屁股啊 刚挨上椅子 又站起来了 这下官呢 有几件机密的事啊 一定要和钦差大人 您呢 讲清楚 我实在是等不了 您召见我了 所以啊 我才伪了您的钦差令啊 上门来找您 这郑敦锦一听啊 向他挥挥手说呀 赌臣呢 你别客气 你坐下说 既然来了呢 咱们就好好聊聊 这袁宝庆说呀 您应该听说过 我呢 因为脾气不好 一直得不到朝廷的重用 直到马治台 道任两江 才启用卑职 到营中啊 做了军务主事 您也知道 这营里边 谁都盯着这个位子 官职不够 权力挺大 所以我这辈子 除了感谢朝廷 感谢皇上 感谢太后之外 那就得感谢 这马心仪总督的 知遇之恩 这马总督遇刺之后啊 我就想起了几件事 跟这马总督遇刺啊 肯定有关系 首先说呀 这总督刚刚到任之时 那会儿啊 我还在府上做幕僚 还没到营里 有一天呢 早晨起来 我陪着总督一同来到书房 到书房一看呢 这书桌上有一封信 这封信奇了怪了 既不是公文 也不是私信 是谁放的也不知道 信份上只是写着呀 马志太亲戚 打开一看呢 那才叫吓人呢 根本不是信 是一张画 这画上边啊 是一匹死马 搏向上 插了一把尖刀 倒在血泊当中 这志太本性马 画了一匹被杀的死马 这是何意呢 这就是恐吓信 这明显是有人不服 曾国藩曾大人 被调至直立 马志太 接了这两江总督之职 那既然对此事不满 那是谁干的呀 那定与这乡军有关 那郑敦锦说 那这件事在一审的时候 你和这三堂会审的 三维大人说过吗 这袁宝庆说 我当然说过了 可是当时啊 这没起诏 没带人就说了 好几年以前的事 还提他干嘛 和咱们这案子呀 对不上号 这郑敦锦听完了呀 思索一会儿 又问袁宝庆 说那你久在军中 这马新仪 马总督被刺的前后 军中有没有什么异动呢 这袁宝庆说呀 大人呢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呀 今天我就是想跟您说说 这长江水师 去年六月初 天津起了轿案 这列强为了威胁咱们大清朝廷啊 有的就把军舰停泊在了焦州湾 还有一些更厉害的 干脆啊 把军舰就开到了大孤口 就在六月初时 这长江水师接到了兵部的旨意 准备北上是巩卫京畿 只要一动起来呀 那肯定就要整顿水师军物 这朝廷心里明镜似的 这长江水师糜烂不开 这主要原因就在这水师提督黄一生的身上 我在营中就发现呢 这黄一生可是慌了神了 他上蹿下跳的打点活动 就是不想摔水师北上 他心里清楚 他一旦摔水师北上啊 他这水师提督就保不住了 这原因有二啊 朝廷根本就不想啊 让乡军的人再把持水师 其次呢 这黄一生啊 本来就不是做水师提督的料 把这水师糟蹋的 已经不成样子了 整个长江水师啊 那可真可谓是人懒传破 这朝廷要是深究起来啊 闹不好 这黄一生还没准丢了脑袋 可是没过多长时间呢 到了六月中旬 这天津就传来了 何谈还算顺利 所以这水师北上的事啊 就暂时搁下了 可是呢 这马总督啊 总侠三省军务 他给水师的总督御呀 还是让他们时刻准备北上 并且呀 军中有传言 这马总督已经找好了人选 接替黄一生 做这个长江水师提督度 据说那几天啊 这黄一生在营里啊 每天喝酒 喝多了酒啊 就是破口大骂着 马兴尼总督多事 据说这几天啊 这幕僚在提督府进进出出啊 就是一帮人呢 在想对策 到了六月二十八呀 这朝廷下了旨意 让马总督立刻调防水师 结果水师正在调防 愁挫之际 不到一个月 马总督就遇刺身亡了 我觉得这马总督遇刺身亡 刺客张文祥和长江水师提督黄一生 是必有关系 还请大人明察 听完了袁宝庆的话呀 这郑敦锦 蹭就站起来了 立刻怒目对袁宝庆说 受伤 这话除我之外 再不可对他人演讲 总督都被刺了 你可小心你的脑袋呀 这袁宝庆听闻此言 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下 他说如果能为这马总督报仇 查清真相 卑职的脑袋 不要也罢 不过大人您放心 这话我没跟别人说过 跟别人说了也没有用 这郑敦锦听完呢 摇了摇头 没言语 信了话说呀 这要是真的呀 你跟我说也不见得顶用 这郑敦锦呢 看了看跪在地下的袁宝庆 说起来吧 你还知道其他什么情况吗 这袁宝庆说呀 有一件事情很奇怪 这马总督刚遇刺朝廷 发来的第一道旨意 您猜是给谁的 给的竟然是安徽巡抚英汉 旨意中明确指出让英汉 提防长江水师是以防有变 这郑敦锦说那这是秘纸 你怎么知道呢 这袁宝庆说秘不秘纸的吧 这都是官面上的话 这英汉府他呀 身边的几名幕僚 都是我的好朋友 那自然我就知道了 这郑敦锦一听啊 叹了口气 心了话说呀 哎 看样子我也被蒙在鼓里了 我在这还巴巴的查案呢 看样子这马新一一死啊 这朝廷直接就怀疑到了乡军 重点就是长江水师 要不然也不会让英汉 这么一个满洲人 监视长江水师的动向 太后派我来江南彻查此事 无非也就是于心不甘 看来的需要好好盘算盘算 这赤马一案也该结案了 打发走了袁宝庆 这郑敦锦呢 更是愁眉不展 精彩回幕就在明天 清差大人郑敦锦上书朝廷 结了马新一一案 这才有着郑敦锦 挂印封金是辞官 不够了